来来来 家人们 又到了每周六极客阿来更新特斯拉主动安全避险案例的时间 这期视频咱们看看特斯拉的主动安全又是怎样帮助车主和路上的行人避免撤祸的 第一个案例来自浙江摩托三车友投稿 在农村小路上行驶没有开启AP 前方左色盲区突然窜出来一个骑自行车的行人 特斯拉主动安全发现后 A1B自动紧急制动非常极限的一波快速杀停 避免了一波和自行车行人的严重碰撞 第二个案例来自广州摩托外车友投稿 五六时的时速行驶 前方遇到连环追尾 驾驶员发现后 自己踩刹车踩到了一半 但明显制动力不够啊 特斯拉主动安全接触以后 将刹车踩到了底踩到了极限 最终以一个非常极限的距离 避免了和前车的追尾 第三个案例来自广东摩托外车友投稿 四五时的时速行驶和负驾驶聊天飞神了 右侧突然有辆车击刹车 并向左侧打方向挤了过来 特斯拉A1B自动紧直动反应非常快 ABS都杀出来了 并向左小幅度打了把方向 避免了右侧的碰撞的同时 没有和左侧路牙子发生挂蹭 第四个案例来自Model 3车友投稿 凌晨在高速上开的AP行驶 犯困睡着了 八十度的时速 右侧车道大货车突然向左侧危险便道挤了过来 特斯拉AP向左侧躲避的同时猛烈制动 制动灯都连续暴闪了 没有和左侧后来发生碰撞的同时 惊险的帮助车主避免了一场严重赤骨 第五个案例来自四车Model 4车友投稿 这团在道路上行驶没有开启AP 左侧突然有一辆车 高速向右变道冲撞了过来 好在特斯拉主动安全及时反应 向右猛打的把方向躲避 帮助车主非常极限的躲开了侧面的严重碰撞 这么快的速度 这团人是根本反应不过来的 那视频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特斯拉的主动安全 并不是每次遇到这样类似的场景 都会做出同样的避险操作 大家平常开车还是要保持专注驾驶 不要过度依赖这些主动安全辅助驾驶功能 欢迎大家继续给我投稿安全周六 我们下周再见 再会